就算你不了解明星,你肯定也听过这些组合,Big Bang,Exo,少女时代,FX,等,其实笔者原来也不了解这些,但是渐渐地被周围的人影响,就算没有关注过这些组合,那些组合的成员也是听得如雷贯耳了呢? 所以你也不得不承认,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,这些韩国欧巴们早已占领了我们的世界,那你知道这些欧巴是怎么出道的吗?其实就是他们出道之前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公司培训的 韩国有三大娱乐公司SM、JYG和YG,这三大公司每年都负责培训各种男团女团,然后通过包装让他们出道 据统计,韩国每个月出道的组合就有将近100个,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吓人呢?因为出道的人很多,所以竞争压力自然也就很大了 每个月就有这么多人要出道,但是实际上能红起来的人确实凤毛麟角的,尽管如此,这些怀揣梦想的少男少女还是毅然决然地挤到了这个大军里面来 做练习生的人很多,而且每个人都很优秀,所以竞争压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想成为练习生,那首要条件就是要会跳舞 SM公司对练习生有着明确的规定,每天要练够12个小时,公司甚至会为每个人准备一个小桶 每天大家练完之后出的汗都要挤到这个桶里,汗水要装满半桶以上才允许休息 另外,公司对练习生们的形体也是非常在意的,所以挨饿对他们来说也是常有的事 曾经在韩国做过练习生的张碧晨曾经爆料,在韩国的时候每天只能吃一桶泡面 公司对艺人们的体重要求非常的严格,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镜头测试 看看你在镜头里是什么样的,有没有瘦下来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减肥不成功的话,那么练习生们可能会受到公司的严厉处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